特朗普最喜欢的颜色,毫无疑问是土豪金,所以,一般入白宫,他马上把椭圆形办公室布置,成土豪金风格。 在特朗普眼里,原来奥巴马过得太寒酸了,真是给美国人丢面子,土豪金颜色一弄,这样才高端大戏上档次,土豪金之外,特朗普的幸运色则是红色,标志是那顶让美国再次得大,M-A-K-D-A-M-D-R-I-C-A-D-R-A-D-A-G-A-I-M的红帽子,让特朗普成功入主了白宫。 当然,这顶红帽子,也为漫画家找到了绝好的讽刺题材,但光有两种颜色,实在也是太单调了一点。 特朗普最近,特别喜欢上了一顶绿帽子,和红帽子同样的风格,同样的帽颜,就是不一样的绿油油。 当然,必须指出,这个绿帽子是加了双引号的,大家不要想歪了,这顶经过它加持过的绿帽子,据说现在定价45美元,还很快卖脱销了。 为什么要绿?多多少少也与贸易战有关,贸易战让美国农民苦不堪言。 不久前,美国大豆军的命运,就牵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,最终,美国飞马崩号,还是进入了中国港口卸货,但4000万的关税也少不了。 这样一搞,美国的大豆船,估计就很少来中国了。 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,特朗普推出了120亿美元补贴政策,但很多美国农民抱怨,这些钱只能就一时但不能就一世,他们更喜欢市场,而不是关税,中国的大市场丢了,再要抢回来那就被大劲了,物质的补偿不行,那就来点精神的鼓励。 于是,特朗普竞选阵营想起了绿帽子,绿色代表农业,自然,绿帽子也代表了特朗普对美国三农问题的重视。 绿帽子款式设计上,正面是绿底黄字,秀着让我们的农民再次强大,M-A-K-E-O-U-R-F-A-O-N-B-G-R-N-A-T-A-G-I-N,的英文字,改动了两个词,背面则是一语双关的耕中美国,G-R-O-W-I-N-G-A-M-E-R-I-C-A 对这种绿帽子,特朗普喜不自盛,在很多与农民有关的集会上,他都不忘戴上这样的帽子,他并且神情地说,正是因为有了美国农民,才有了这款绿帽子,我们让农民再次得当,难道不是吗? 当然,为了满足不同人的需要,这款帽子,也有粉色,白色,迷彩等多种颜色,但毫无疑问,绿色是基本款,最正宗,也最昂贵,这不是一顶普通的绿帽子,是一顶戴着感情的绿帽子,按照特朗普网站的说法,我们发誓要让美国农民再次强大, 今天你订购了这种绿帽子,就是在支持美国农民,还真没别说,经过这种忽悠,加上特朗普亲自推销加持,绿帽子很快就脱销了,想继续买绿帽子的,还得先排队等一段时间,最近,几点小感慨吧? 第一,特朗普确实身材有道,红帽子赚钱,现在又打起了绿帽子的主意,还真别说,果然是老手,45美元一顶绿帽,很快还卖脱销,看来,最具商人品质的总统,确实名不虚传,第二,特朗普确实也能忽悠,几句口号,一顶绿帽,很多美国人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,不买都对不起美国农民,可怜的是真正的美国农民, 哪怕每个人都戴上绿帽,农产品还是卖不出去,还有,这么快脱销,后续还跟不上,特朗普你看看,没有中国制造,就是这样的后果吧? 第三,必须要看到文化差异,特朗普爱绿帽子,当然是美国人的文化,但千万千万,你下次来中国,别为了推销农产品真戴顶绿帽,除非你真有这癖好, 但要知道,绿帽在中国可是有特殊含义的,别说我们没有提醒哦 这感觉有点拯ив虚的支持点�� Carla abone ol 其他的美国全帽子与我的真华 这就来知识也学不谈讨nik 新的边谈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